今天给公司里的小伙伴做顿饭 热锅凉油 肉变色的时候 加上生抽 没有生抽可以放酱油 大锅饭香不香 全看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油头 起的好不好 我怕煮干锅了 这个肉煮熟了 就嘎嘎香 换锅 搞一根大葱 这种葱在山东算小的 张秋的大葱比人都高 做炖菜呢 先把这个白菜里面原有的这个水给它炖出来 如果说你刚才加水的话 会炖的这个菜有一股那种干水味 就像那个刷锅水的味道 所以说这是个关键 炖白菜的关键 但是我们要下入这个粉条 因为我们公司人比较多 我们要加入这个粉条的话 必须要加水的 这个时候锅里边要加点水了 不加水的话粉条下进去就没有水 加一半的葱 蒜 出锅的时候再加一半 没有锅里面 不加水 不加水 鸪 四小味 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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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没有胶 最好吃的关键 这个小油菜好不好吃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大蒜 嘎嘎笑 因为我们公司有云南的 要吃辣 所以说今天炒的这个菜 略微辣了一丢丢 开饭 好吃 这才是真正的猪肉香 我从11点开始做饭吧 嗯 11点啊 1点多1点 做了半个肉是吧 11点多 11点多 反正我去到我大旧家 我就不做家 我有他吃啥 我爱吃 吃完还得带了 嗯 顺带说 嗯 嗯 外层老娘门上狗 吃完就走 吃完就走 还有背着狗 哎呀 吃不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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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 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了 虽然很小 呃 但是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很足 相信通过我们 共同的努力啊 可以做得更好 臭宝 与你常在啊 我这老花衣 养花这张衣 白了臭宝 喂 嘿嘿 嘿嘿